这个宫保鸡丁啊 很多人都喜欢吃 唐大厨呢 今天教你一道 唐大厨版的宫保鸡丁 你看啊 我们首先选用的是 这个鸡腿肉啊 切成丁 两公分到三公分之间 那么我们配的什么呢 炸好的花生米 然后呢 姜 蒜 还有葱段 下面第一步呢 我们先将这个鸡丁 我们切完之后呢 已经拿水浸泡了一下 把这个里面的血污啊 洗净 然后再控净水 回来之后呢 我们 放盐 料酒 然后我们搅拌均匀 其实这个上浆啊 盐呢 和料酒呢 这个作用是锁住水分 去腥 让这个蛋白质凝固 我们搅上劲呢 就证明啊 这个水分已经锁住了 好了 你看搅上劲之后呢 我们放入鸡蛋液 继续搅拌均匀 然后放入 玉米淀粉 鸡丝 您看啊 这个鸡丁啊 我们就浆好了 这关键的一步就来了 对这个公保鸡丁的汁啊 我们公保鸡丁的口味是胡辣干香 回味荔枝口 说白了就是酸甜口 那么我们首先先放什么呢 放入盐 白糖得来四勺啊 一勺 两勺 三勺 四勺 然后是米醋 一勺 两勺 三勺 我们来这么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来这么一勺水淀粉 好了 我们这个要兑好了 好了 我们锅啊 烧热了 然后呢 放入适量的油 糖大猪 教你在家做这些菜啊 其实完全可以不过油的啊 因为在传统的川菜当中 也是小煎小炒啊 一锅成菜 油烧热之后呢 我们把浆好的鸡丁啊 放入锅中 您看啊 这个火候炒到什么样呢 哎 炒到这鸡丁啊 表面啊 都已经变白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鸡丁啊 剥到锅的这一面 这时候这边油温上来之后呢 我们放什么呢 放入花椒 花椒炸香之后呢 我们就放入干辣椒段 干辣椒段呢 一变色啊 这时候我们放入姜片 蒜片 葱段 葱段量大一点啊 这样之后呢 我们跟这鸡丁合炒 这时候全部的味道融合之后呢 哎 我们把刚才的碗汁 哎 烹进来 让汁啊 拧一拧 然后呢 我们再翻锅啊 好了 你看啊 这汁吃完之后呢 来 我们把这花椒米放进来 我们就炒好了 好了 我们装盘 你看 一道在家庭啊 非常好做的 好吃的 宫保鸡丁 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的 请给唐大厨点个赞 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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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